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决定了 这样子的做法对吗 让小学生自己来决定 今天我们应该是学第三课 还是跳过第三课去学第四课 很显然我们应该认为 他们还不足够分量 可是我想在英国的公图 他们应该也是有设定最低门槛的 就是说可以公民可以投票的人才可以 所以你讲的小学生 我的意思是我做个比喻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大学 大学lectualer讲完了过后有tutorial tutorial就是来复课 或者是发问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注重在第五课 你们有什么第五课的问题 请提出来发问 那么很多同学都说 我第五课我们已经掌握了 我要问第六课的问题可以吗 就是你一个人不可以 那么另外一个人也说他要问第六课 第七个人也说要问第六课 很多人都会问第六课 那么那个老师没有办法 因为都是大学生 他们已经掌握了第五课 他们自动要跳去第六课 很自然的学生可以做主 而小学的情况 我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公投 而是他们有没有分量做主 很多时候 我们的情况 比如说就回到原始的森林里面 我们看羊群 斑马群 狮子群 很自然的都会有一个领头的出来 叫领头羊 领头狮 他们没有公投的 他们也没有选举的 就是很自然的形成 这个比较强 他带着我们就找到饭吃 他带着我们就比较安全 我们当然从自然界的情况 我们看回现在的世界的国家 有一个国家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中国 很多人他们的文化水平 教育水平并不是很高 可是呢 他的国家发展得非常好 你去到很多的普通二三线的城市 可能都比我们吉隆坡来得更加的先进 更加繁荣 对 他们就是有领头羊带得好 他们也没有公投 他们更没有民主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人是否适合 或者已经到了成熟的程度 来有这个公投 可能我们可以看回 现在我们是小学生呢 还是大学生 作为今天的嘉宾 我也不便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所有的马来西亚人自己去体会 我们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 因为马来西亚 刚才我们 我是觉得 我们已经讲过了 因为马来西亚我们 因为民主 民主也不是 包括在英国 人民出来投票 公投也好 选国会员也好 他不是行使这个民主权利的每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整理 理念的实现来的 每个人有他的利益 我们一般上讲利益 就是说 讲到利益这个字是低 我们讲到不好的 要讲理念理想 才是好正确的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普遍的盲点 我们就是说 讲利益 我们是讲理想 但是 包括在马来西亚 在一个选区 瓦杜拉野 或者是金宝灌丹 或者是 帮打林家也 每个人出来投票 都有他的利益的考量 即使他选反对党 也是有利益的考量的 这个利益不是一定是坏事来的 不幸是理想主义者才是好人 有利益考量的就是不好的人 就是大老马 大财太不是的 每个小市民因为他利益没有获到回复 所以他要投一下反对的人 这也是一种利益的 恢复自己利益的一种体现 是不是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要考虑要不要有公投 或者是有了公投 这个法令之下 允许什么课题给公投 我们一定要从我们族群的利益 去先考量 对 我们这个国家不是抽象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很具体的 有少数民族多数民族 不同宗教 还有不同宗教 文化背景 第一 我们要考虑 当然我们要考虑个人 如果没有族群的利益 没有宗教群的利益 我们当然要考虑自己 你做一条勾取给我 或者是你答应了 做我没有做 那个是OK 问题是产生族群的利益 刚才你也是讲滑小 半米也很小 母义教育 教堂 如果来要公投 我们不废除一些宗教信仰 不能在公众场所 有这个飞回教徒的宗教标志 肯定赢得回教徒 我想到另外一个 就是TPPA 这个TPPA适合公投吗 TPPA其实应该是可以考量公投的 但是TPPA为什么呢 太复杂了 太复杂 因为这种你怎么把它简化成yes or no 我记得我们在处理这课题的时候 也是很辛苦消化 就是一支持的人就说有他的论述 然后反对的人又有他的论述 就是没有问题 大家都有论述 问题是说你那个选票上面能够是否 yes or no 因为他TPPA里面的很多条文 也是没有公开的 有公开的也是写得很模糊的 也是很模糊的 包括你这个 知识产权权 都写到比较模糊的 但是制行起来就很大问题了 但是你公开又不能讲了 例如说你这个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不是可以考虑 有可能适合做公投的一个特别 可以啦 这个可以考虑 但是你这个制行 要把它怎么简化成yes or no 那个委员会很头痛啦 不我觉得像英国这次脱欧的公投也是这样啊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那些 所谓你们讲的那些细节 他们是没有办法 完全回答得到解答的 但是就是 所以才会到最后的结果 才会变成说 这么有些人不明白啊 投了过后悔啊这样子 我就是看到英国公投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一次脱欧的 所以就可以放回 刚才您讲的那种情况 就是公投的一个课题里面 你没有办法完全解释到 因为所有的条文啊 所有的东西都完全的解释到清楚 得到完全清楚的解答吧 我这样先具体的讲这个英国这个 这个为什么 我突然间说有人会后悔啊 嗯 其实这个 这个我看真的后悔的人也不会太多 有没有那多 也不会太多啦 现在第二次公投的声音一出来了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 他们的原因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些后悔的人 他们会想到有这个 有他们这些所谓后悔的人呢 想到会有一些严重的效果 嗯 但是他没有想到普天盖地而来 嗯 当然股市会是跌到这么厉害 而且全世界啊怎么讲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英国这个社会也是 我刚才讲过了老牌民主这个 这个 这个 教育程度也很相当高 嗯 而且公投之前不止有几个月去辩论 而且奥巴马也去了 叫你们要留 这个 这个 焦皇也说 这个 焦皇有没有说 我不知道 奥巴马肯定有去哦 全球媒体都有讲 而且这个 只有一个人没有出过生的就是英女王本身 嗯 没有正式出过生 嗯 这些欧洲的领袖也说出来 你要留哦 它 因此啦 英女王 这个 除了一个英国选民来讲 应该他也知道事态的严重的 嗯 没有理由说不知道的 除非 除非是什么 除非第一 你是 你是英国公民 但是刚刚是从阿拉伯以来 移民来 这个的毕竟是少数啦 毕竟是少数 就是东欧以来 突然拿到第一次拿到公民权之后就投票 这种 嗯 这种人不多啦 问题我认为是 一些支持留欧的媒体啊 嗯 他把这些少数人的 呵呵呵 后悔的他自己 整营来放大啦 放大他 当然都平衡自己的心理 输了的心理 哈哈哈 然后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了 就是说 全民公投大马可行吗 就是综合两位刚才的意见就是 你们的看法 其实在马来西亚来讲 首先就是法律的限制 我们没有公投法 所以在法律上已经不可行了 然后 呃 还有马来西亚的国情 我们的 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然后我们还有不同的宗教跟背景 所以那种文化 所以在马来西亚来讲 公投 目前来讲 目前来看是不可行的 你们也不赞同 我个人不赞同 个人也不赞同 对 第一就是说 宪法上 或者法律上 没有这个法律的依据 去举行 这个可以执行的 可以动用公众资源去执行的 公投 没有这个法律 你没有法律不能用钱嘛 不能用公款嘛 对对 第二你说政治上 刚才你讲的 因为国情不同 我们有 我们有个人的 对我们这些少数民族来讲 相当危险 不只是华人 包括印度人 包括基督教徒 是 或者是其他宗教的 佛教 非为教宗教 所以这个要审重的考虑 好 是哦 虽然大家看到了 英国公投 然后有可以 就是全民可以做出 这么重大的决定 但是综合刚才 两位嘉宾的意见呢 就是马来西亚 OK 法律不允许 国情 我们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情 也不太适合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来说 是其实我们是战略式的 所以非常高兴的 两位嘉宾能够 要抽空上来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你们精辟的意见